這件事情要從去年底開始說起 當時我跟住在紐約跟他討論到 我認為應該要讓他有一個新的歌曲 新的舞風,然後一個新的形象,新的style 有點臭帥臭帥的這樣 然後到了今年年初 我跟季家松老師在討論小豬新歌的方向 我們也一致認為 真的不要再讓他在那邊炸炸炸 每天炸炸炸炸炸 但是同時季老師也覺得說 愛與小豬身陷的關係 要找到我想像中那種樣子的音樂 適合小豬的其實非常難 後來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接著到了3月的時候 小豬有一天晚上就丟了一首歌給我 就是大家現在聽到的 Don't be late 我一開始聽到這個音樂的demo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也太好聽了吧 太適合跳舞了 是一種全新的風格 但同時間 我也覺得 你的聲音唱得出來嗎? 我甚至還問了小豬說 你確定你handle的了嗎? 過了沒多久 所以我們在馬來西亞演唱會的後台休息室 他就突然轉頭跟我說 這個MV我想要拍成黑白的 然後我的第一個感覺是 哇! 酷耶!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黑白的MV了 然後他就邊弄頭髮邊轉頭看我說 你覺得要找哪個導演拍? 還是你來拍? 我想了一下 大概三分鐘後 我回答他 好! 我拍 黑白MV 加上這麼酷的東西 我又是自己編的 對我來說 這個掌控度 太好玩了 現在想想 我怎麼覺得這一切 好像都是小豬計畫好的 因為這個人實在是太了解我了 你們覺得呢? 這其實不是我第一次拍MV 我的第一支MV是 碰碰 血塵架樹帶著我飄走 當時雖然是跟Vernesse一起掛名導演 但是事實上我只有出 idea跟想要怎麼拍 把舞蹈串聯起來而已 然後真正去幫我執行的導演 有另外一個blus 再來就是一些幫朋友拍的 小成本小規格的 就是自己是導演 同時也是攝影師的這一種 所以要像這次一樣 要完整的掌握一整個team 有美術 有燈光 有製片 有攝影的team 等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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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 答應他當導演不到一兩天 他就把他錄好的歌給我了 他還跟我說 你要拿出你一生所學 最強的 最屌的 最炸的 全部用在這支舞上面 而且不炸不給錢 這個idea當初是我提的 小豬找到了歌 並且把這個歌也唱進去了 所以他當然對這個舞蹈 有很大的期待 再來就是 平常都是我在旁邊看導演怎麼拍 或者是被拍 這次卻要掌控一整個team 自己下去拍 我要從哪裡開始 最後的重點就是 我要如何讓大家看到這個MV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舞跟MV是新的 是一個全然不同的 羅志祥 那個壓力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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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來 一直來 最後嚴重到我還去看心底一生 我記得那時候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每天只睡了兩三個小時而已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編舞 而是先去把所有的 我印象裡面的黑白MV全部看一遍 看看他們怎麼樣構圖 怎麼樣剪接 或者是怎麼樣的打光 也看看能不能從這些影片裡面 得到什麼樣的靈感 接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想腳本 本來我想要用手畫的 但是問題是畫出來的腳本表達不出來我想要的那種節奏感 所以我把我所有看過的黑白MV剪成了一支影片的腳本 而拿著這個腳本 我才能去找所有我認識的人溝通 才能幫這個MV建立起自己的團隊 接下來到了編舞的部分 我心目中的秋帥秋帥就是那種 不要跳得太用力 輕輕鬆鬆 游刃有餘 看起來輕鬆的同時又掌握了舞蹈的技巧 跟那一份帥氣 我大概變了一個多禮拜吧 我抱著一個很緊張的心情 然後把我編好的舞传給藝人看 這整首歌才兩分鐘 大概五分鐘他還沒回我 我就覺得我受不了 我就傳訊息給他說 你到底看完沒?到底要不要回我? 到底有沒有哪裡要改的? 結果事實沒錯 就是要改 他甚至還列了幾分到幾分幾秒到幾分幾秒 有的時候只有三秒 超多他想要修改的地方 我一直在看著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結果我發現了一個共通點 就是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其實都在移動 無論是往左走或者是往右走 原因是因為我想要秋帥秋帥的 所以我會有很多很輕鬆的移動的動作 但是小豬都不一樣 接著我又花了幾天的時間 改了第二個版本給他 我把所有的移動全部拿掉 都改成了動作 結果他說副歌不行啦 副歌想要再換一個 他還跟我說 我覺得你變周湯豪的還是江濤的 都有讓我挖的感覺 可是這個沒有 好你要改幾次 我就讓你改幾次 我現在最高紀錄可以改到七次 看你可以改我幾次 然後突然之間 我就誤出了一個道理 就是我一直在用一種 導演的角度和思維去編這個舞 再來就是之前編的兩段舞 無論你是放在MV裡面 還是放在Live的舞台上 他的記憶點 他的效果 是成立的 也是合理的 但是我卻忽略了一個 現在時下最流行的事情 就是短影音 因為無論TikTok或是Reals 都是直視拍攝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動作過大 或者是你不斷的左右移動的話 如果沒有人幫你拍 你一個人是很難在家辦到這件事情的 第二個就是 這個舞蹈的設計本身 必須要以上半身為主 才有辦法讓大家覺得 好學或者是想學 所以於是 我就設計出了第三個版本 我傳給朱之後 他不到一分鐘後就回我了 他跟我說 你為什麼當初最早 不用這個版本給我就好了 所以你看是不是就學到了一個經驗 所謂的記憶點 所謂的效果 放在短影音上 跟你放在MV上 跟你放在Live的舞台上 都是有一種不同角度的看法跟切入點的 我知道很多做設計的或做創意的 不太希望客戶去改他的東西 但是我還蠻喜歡這種改來改去的過程的 有的時候藉由這些經驗 你會慢慢的不斷的去了解 噢不同的案子不同的客戶 他們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變成一種你會間接的學會 如何跟客戶對話的語言 這件事情還蠻重要的 所以在這邊順便告訴未來的新客戶 因為有的人會因為我的資歷 所以他不太敢跟我講說他需要修改的地方 但事實上我很樂於接受各種的聲音或意見 我也會表達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但是這種來來回回的磨合 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客戶滿意 觀眾滿意 我也滿意啊 接下來是拍攝的部分 為什麼黑白的MV這麼吸引我 因為之前遇到的一些案子 都會讓我覺得客戶想要的太多 太貪心 MV裡面除了要表達劇情 舞蹈還要很厲害 甚至有的時候這個MV還有寓意 問題是短短三分鐘的歌裡面 你要塞進這些所有的東西 最後只會得到一個什麼都沒有表達清楚 所以我的想法是一次只做好一件事情 這個MV我只想要表達強烈的舞蹈風格 所以黑白的MV會讓我感覺 直接簡單又夠暴力 拍出一切的雜訊 好的我現在在片場 今天準備要拍MV 跟以往不同的是 我這次除了編舞 自己還是導演 有點緊張啊 這麼剛好 另外一個我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抓眼球 因為一個黑白的MV 雖然簡單俐落 但是處理不好 它同時也代表了單調無聊 我想要大家從點下去看的那一刻開始 就會不知不覺的把它看完 要不然這首歌才兩分鐘 都看不完的話 不是代表我這個導演很失敗嗎 為了要一直不斷的製造抓眼球的效果 除了不斷的換場景 然後換服裝造型 有的時候是變換拍攝的手法 要不然就是玩燈光 還有跟著節奏玩了一些顏色 甚至還有只為了MV而特別設計的舞蹈段落跟走位 現在低電 現在9點15分 早上11點拍到現在9點15分 然後要換景 我們從白色拍到黑色 現在又要再換回去白色 我這次搭了5到6個景 就是為了讓這個MV看起來不一樣 我們剛剛在拍黑景的時候 這邊就把5台撤掉 全部變白景 所以油漆要重刷 現在是一排巨型電風扇 我們再把整個油漆給吹乾 就連副歌的部分 整首歌一共唱3次 在第一次的時候 我想讓大家看清楚完整的舞蹈是怎麼跳的 並且還讓大家換上了西裝 製造視覺的衝擊 然後到了第二次副歌 我為了加強首部動作的記憶點 我還特別設計了鏡頭移動的橋段 5、6、7、8 然後到了最後一次副歌 你看到MV看到這邊的時候 我想要增加那種澎湃感 所以我把很多的人放在這個橋段 並且場景一支相互的交替剪接 增加那個熱情澎湃 要收尾啦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我認為音樂本身是很重要的 畢竟是MV 是音樂錄影帶 又是舞曲 所以我就利用我對舞蹈的了解 然後利用我對節奏感覺的優勢 去剪接這整支的影片 整個影片每一個鏡頭 其實都用不到3秒 有的時候一兩秒就會換下一個鏡頭 但是你又可以很順暢的把整個影片給看完 甚至是把整個舞給看完 所以當我拿到所有的檔案到剪出來 其實只花了兩天 剪接超快 前面的傷腦筋都是真的是燒最久的 燒腦又燒肝 肝在這吧 肝在哪 我也不知道 然後一剪完就是一個急性子 等不及的就跑去找大家 然後首播 然後其他一些溝通啊 拍攝的技術層面的事情就不多說了 不過要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感謝名單我會放在下面 最感謝小胖跟大胖 這兩個人都是胖 可是明明本人都很瘦 然後小胖是製片 基本上他幫助我找到了整個team 還讓我認識一些台灣很厲害的大師 然後大胖是這次這個MV的攝影師 他是我自己去找來的 因為他懂跳舞 他知道怎麼樣去精準的控制拍子 跟我要的鏡頭 還有一個就是小胖幫我找的美術 Party 2的小羽 他幫助我把兩個很單調的景 黑景跟白景 然後變得很豐富 雖然他的景都很距 因為我原本只是想要把東滴類的立體字掛在天空中 但是因為太長了 所以他就把設計放在地上 然後又設計一個超大 大到整個棚差一點點放不下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字其實黏得很緊 而且人家還是金馬獎入圍的美術喔 很開心可以做到這個作品 然後希望呢 你是看過這個MV的人 大家也喜歡 也希望你可以喜歡這部影片 OK就這樣 第一次在不是拍MV的時候來 這個景非常的大 所以打燈光非常的耗虛 看上面還有人 這個跟演唱會的舞台差不多了 這個帥爆了 這個帥爆了 這個位置會有這樣很窮 可以再往前 你那邊有12個天高 有 不然你給導演看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要跟他一樣啊 對耶 我現在語化成鵝啊 什麼 飛鵝撲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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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東西